另外一方面来关系的是台塑人物场地下水还有土壤呢 因为被检测出这里面有毒化合物而且钞票30万倍 下午的农民都担心那么这个水呢会污染到他们的稻作还有他们的土壤 因此今天集结在大门口抗议记者张玉兴有更多的消息 主播各位观众透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 沿着后晋溪附近中华村的村民将近有50名集结在台塑人物场前面抗议 他们担心呢遭受毒水的毒害会有致癌的危险 而且呢村长说他们的村里已经发生好多人已经得了癌症 我们来听村长的说法 相信100名的村民集结在这边抗争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台塑人物场能尽快牵走 以免呢危害他们的身体健康也危害了他们的子孙 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形再把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